现在我们的程序还存在一个巨大的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在Chrome的这个设备模拟器中 光标移动在我们的移动应用中变成了一个小圆圈 其实是代表人的手指而不再是鼠标指针了 但是此时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米字格中 画线条的话是没有任何反应的 这是因为我们在之前的程序中 为这个应用添加了鼠标相关的时间 却没有添加触控相关的时间 那么在这一小节我们就来学习 如何为我们的应用程序添加触控时间 和鼠标事件类似的触控事件一共有三种事件 分别是TouchStart,TouchMove和TouchEnd 相信大家看到名字也知道这三个事件对应的意思了 触控的开始,触控在移动的过程中 以及触控结束的时候 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在这三个事件中 加入相应的逻辑就好了 那么在这里相信大家也能想明白 这个逻辑也和鼠标事件的逻辑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具体的编码 首先我们先不着急加入触控的事件 由于一会儿加入触控事件以后 触控事件的逻辑跟鼠标事件的逻辑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先把鼠标事件中的逻辑提取出来 我们首先看onmousedown 在这个事件中绘制真正的开始 所以在这里我们做一个新的函数 不管这个函数叫做beginstroke 就是我们写字的过程开始 大家可以想象这一部分逻辑就都可以归到beginstroke这个函数中 但是这里在beginstroke中需要知道 onmousedown的时候相应的鼠标点击的这个坐标点 在鼠标事件中我们是以event的形式传进来的 为了这个接口更通用呢 我们在beginstroke里传入的是一个具体的点 我们管它叫point 这个point一会儿大家会看到 我们会设置里面有x和y两个坐标的值 所以这个函数最后写出来是这样的 相应的在onmousedown中 我们只需要这样调用beginstroke就可以了 所传入的这个参数point是通过e的clientx和clienty 获得的坐标值 我们把这个坐标封装在这样的一个类中 直接这样传入了一个point点的坐标 下面我们来看onmouseup和onmouseout这两个函数 那么这两个函数做的事情其实都是绘制结束的时候 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又设置了一个新函数 我们管这个函数呢叫做endstroke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对于endstroke来说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把ismousedown这个变量设成force 那么我们封装好了这个函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onmouseup中调用endstroke 同时在onmouseout中也调用endstroke 这样这部封装也结束了 最后是这个非常复杂的onmousemoo这个函数 它控制的就是鼠标移动过程中的事件 那么在这里呢我设置了一个新函数 不管这个函数呢叫做moostroke 那么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绘制在移动过程中需要做的事情 在这里我把当用户摁下鼠标时候做的事情放在movesstroke中 那么就是这一段代码 我们把它拷贝在这里来 在这里同样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事件相对应的鼠标的位置 那么为了它的通用性呢 依然是我设置成它传入了一个参数point 对于这个坐标呢 我把它改成point的x值和point的y值 这样一来 在下面的具体的鼠标事件中 我们只需要写一句话 那么就是要用movesjoke 同时根据事件e 计算出一个相应的point点坐标 作为参数传进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写法跟unmousedown的写法是一致的 好 现在我们的代码简洁了很多 非常的清晰 鼠标按下抬起移出或者移动的过程中需要做什么事情 这些事情被单独的封装在了上面这些函数中 下面就让我们来复用这些函数来写触控相关的事件 首先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和当时写鼠标事件一样 我们把这三个触控相关的事件列上 在这里我使用的是endEventListener这样的方法来注册三个不同的触控事件相应的监听器 那么在这个监听器函数中依然是 首先我要调用的是这个event.preventDefault这样来阻止默认的响应 而用我们新写的这个事件响应的方式去进行一个覆盖 下面我们简单的看一下这三个事件都应该怎样书写 那么首先大家都可以想象了 在touch start的进行的过程中 我们做的事情呢应该和unmousedown是差不多的 我们把这个代码呢沾到这里来 但是这里头注意 对于触控事件来说 传入的这个event中是没有clientX和clientY的 为此我们需要多做一步操作 就是调用e这个事件中的touches这个属性 在这里呢我们只取它的第零个元素 什么意思 对于触控事件来说 可能存在多点触控的情况 那么多点触控的信息就被存在了一个叫做touches的数组中 那么在这里头呢我们写一个字 默认用户只是用一个手指进行操作 所以即使用户有多个手指放在了屏幕上 我们也只选取touches中第零个元素 作为我们真正去识别的这个触控 那么这个触控的信息呢 就被放在了一个叫做touch的变量中 相应的在touch中就封装了x和y的信息 不过此时我们应该调用的是pageX和pageY的信息 所以最终呢我们写出来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和鼠标事件稍有不同 但是整体逻辑还是很好理解的 这一头大家注意 由于之前我把beginstruck中传入的参数 改成了传入一个坐标的点 所以可以非常好的同时适应鼠标的那个点 和触控的那个点 只是获得这个点的逻辑发生了一点点改变 那么相信有了这个例子 再写touchmoo就容易了很多 touchmoo相关的代码呢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和onmousemoo非常的像 首先判断当前it's most done是否是n下的 如果n下的话 我们只是多做一步 获得触控事件的event中 touches这个数组中的第零个元素 也就是用户的第一个触控信息存在touch中 之后使用touch的pageX和pageY 组成了一个点坐标 穿入我们之前封装的moo stroke中 最后对于touchand来说 那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只需要调用一下andstroke这个函数 那么现在我们的触控事件就加好了 是不是非常的轻松 我们来看一下此时这个程序运行的效果 首先由于我们修改了鼠标绘制相关的代码 那么虽然基本的逻辑没有变 但是呢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也简单的测试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此时呢 现在鼠标绘制永远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按F12进入开发者模式 看看现在我们在设备下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写一下 可以看到现在我们已经可以成功的 在移动端进行书写了 是不是非常的酷 也非常的简单 到此为止 我们学写一个字 这个移动端的app就完成了 那么依然是对于这样的一个移动端app的开发呢 我们只介绍了它的基本原理 如果想把这个app做得更有趣 更好玩 相信大家可以自己开动脑筋 去尝试修改一些参数 加入一些新的功能 来完善这个app 如果大家有自己的服务器 也可以尝试把这个app 部署在自己的服务器上 分发给自己的朋友 相信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希望大家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 有所收获 也感谢大家支持我的课 大家加油